You're on, you're on, you're on, you're on. Go! Let's go! Let's go! 不貴,可是超好吃的 是不是沒吃過的口感 超好吃的 怎麼叫做入口即化雜貓 大家有吃過魚嗎? 大概就是那個分數 淺草style,要跟我合作嗎? 我被拿 天閉菜黎咧 天閉菜狗 我們現在來到澀谷站 這邊很多人 好像就不適合穿暴乳了 怎麼辦 趕快脫掉了 有點丟臉 不要 我就是愛暴乳啊 你發現一個奇怪的地方嗎 就是我口罩也變粉紅色了 對 現在日本人就提倡環保 大家都有在分享買這個購物袋 它就被燒到了 我們剛剛已經就是等了半小時的計程車 這裡是澀谷耶 這麼繁榮的地方 等了半個小時 居然一台計程車都沒有 OMG 我們現在終於快到了 它的腳快爆掉了 如果沒開咧 我就開它們 等一下 它是開玩笑的 它是開玩笑 YES 到這家的咧 YES 不用拍對面 太好了 看起來就很好吃對不對 它的這個LOGO 很近甘藍 欸 太好吃了耶 裡面的人是滿的 只有幾個位置而已 這個是一片牛舌 然後跟兩顆漢豪肉 哦 它最推薦的組合 好 點下去 然後很特別的是它的蛋啊 是在這邊自己用的 然後旁邊還有護唇 包包關好之後就可以來吃飯咧 它會把這個醬汁放到最上面烤這樣 然後加熱 肚子就是一坨肉 哦 這樣撈起來 好好吃 這樣子哦 好淡哦 你就夾那個蘸 它很跑肉 欸 這個Q的耶 是不是超讚 超好吃的 然後我現在就要拿這個去蘸這個醬 OK 我覺得就不用蘸醬就好了 就很好吃 這個牛舌超厚的 很好吃 很Q 真的很Q 我覺得牛舌比真的還好吃 你不知道什麼 我個人選蠻汉的 它好吃到想要再加一碗飯 這碗飯根本就不夠吃 你認真 嗯 因為它飯是可以無限續的 好吃好吃 好吃 來 請去飯 好的 現在我們來要有裝便了 我是被這個吸引來的 這個呢 我們經紀人說要幫他帶回去 偶生裡用的 聽說這個很容易缺 或者是粉紅色 再都帶一盒好了 丟著 如果說你那個來的話來我家 喂 你吃藥喔 就是這個眼藥水 我就說我睜眼 我家有品種多好多東西 超好用 我跟你講 我在台灣 我長睜眼去看任何醫生 都沒有用 開任何藥 我都來都沒有用 然後之前阿民就給我這個藥 超好用 很快就好了 然後它只有日本才好賣 因為這好像是需要廚房錢 所以台灣是賣不了的 進不了的 請截圖 請截圖 必費好不好 好的 現在我們來到cosme 是一個美妝店 超級大 開架以外 對 就是專櫃的都有 很美妝的 全都是化妝品 了解 你竟然就看到這個牆 這牆是幹嘛的 對 這個牆就是各個類型的牌 比如說這邊就是連線液的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然後接種都是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那這是誰評選的 網路這樣子 對 是網路 它atocosme 就是全日本最大的美妝討論品 喔 對 可以查到各種美妝 韓國的idol都在用的是不是 它就是各種稱讚的 所以說我想看什麼睫毛膏的第一名 就去找這個 對 它的什麼都有 就是專櫃的 它也會擺在這裡 它這個評選 這個排行榜是非常的有光正性的 了解 了解 連Sabon都有 Jomaron也有 最近在用這一罐粉霜 Cannebot的 嗯 粉霜超讚的 粉霜 就是它塗上去 就是很像你本身皮膚就這麼好 真的假的 但是一點粉感都沒有 而且又有微微的光澤感 這個沒有業配喔 我真的不知道喔 沒有業配 然後這邊的話就是有那個 可以擦掉 一進來左邊都是專櫃的化妝品 在那邊 就可以自己拿錢試用 就不用擔心有貴姊的壓力這樣 不敢靠貴的人一定要 可以來日本這邊買 而且現在是必要便宜 這個超貴的 都可以用耶 真的好善意 為什麼為什麼 可以 都要一人一人出來了 欸 真的隨便你用好爽喔 好好玩喔 哈囉 こんばんわ 我們現在呢 要去買宵夜吃 爆牛 爆牛好嗎 大喜 哈哈哈 OM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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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爆牛 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噔噔噔 這是我今天的宵夜 看起來很不錯吧 這個這個奶茶還記得嗎 超級假的珍珠奶茶 假奶然後珍珠也是假的 沒有一個是真的就是蒟蒻 可是不知道為什麼它就是有一個魔力 就是來就是一定要喝 哈囉大家 Good morning 我們今天的第一個行程呢 是要去吃拉麵 今天拉麵呢在六本目 然後好像是當地很有名的拉麵是不是 不同於一般日本的那種醬油拉麵啊 豚骨拉麵 它就是那種有鬆融鬆露香氣的那一種拉麵 我覺得超好吃 而且很特別 排隊 喔 叫什麼 露露 之前台灣人的印象要排隊的就是可能 無敵家 或者是 阿福利 阿福利 還繼續在排隊當中 而且我們還排到那邊去 加油 排隊 之前有一次真的是 豬酌大雲 輕盆大雲那一種 排到那裡去耶 那個墊墊 你就更過去 你猜桌什麼 是瘦瘦的嗎 嗯 是 是 是 連毛的嗎 欸這好厲害喔 因為我這個身上都是毛 他身上沾了一堆我的毛 這個很讚耶 是不是很讚 我們終於進來了 然後他裡面送送點餐的方式 我們吃的是一個 這個 特製 不知道是特製喔 特製材料喔 特製材料 哇 看起來好好吃 家店聽說是百名店 有入榜 柚子 鹽 辣麵 很好吃的 我吃它的調味 放下來融化就可以了 還有這個有松露的飯 沾點蛋黃 我覺得用麵的這個味道比較好 這個是招牌 大家來吃一口 這個糖心蛋也是一百分 其實一定要流汁流成這樣子 不好吃 不好吃 大不要來 真的不好吃 超可怕的喔 我覺得它缺點真的很多耶 又便宜 又肉很多 那個叉燒有薄切有厚切 然後還有筍絲 蛋又是整顆 不好吃不好吃 大不要來 不要吃 不值得排隊真的 其實我超猶豫要不要分享給你這一家 目前是我在日本 這幾天 吃到最好吃的東西 真的超合我胃口 好啦 大家不要來不要來不要來 新竹駅 跟大家說一下 我們今天呢 要拍不看家裡過一天 所以我們的Vlog的部分呢 新宿的部分會比較少一些些 因為我們這裡主題呢 就全部都在新宿拍 不看家裡過一天 那這支影片呢 記得去看喔 好的各位觀眾 我們今天早上會合了 有沒有發現亮點呢 就是我們身上穿這個衣服 是不是很可愛呢 現在呢要當觀光客 MAX模式 最強的觀光客 我們要去淺草 上一次來淺草是一年前 就是都沒有人耶 走吧 有沒有可愛的男人說什麼 我們本來想說這個時間應該沒什麼人 可以過來跟雷門拍個照 我們錯了 現在是我們跟人們拍照 哇真的好多人喔 3 2 1 Good 天草這邊已經恢復了觀光客的熱情 好大喔 好久沒來喔 好多人喔 這邊有很多小吃 然後我現在要買肉包吃 蒙加麥 等一下 酷 Thank you 那種 不算是標準的肉包 它有一些小菜在裡面 菜絲在裡面 沒有包在裡面 欸 欸 怎麼了 怎麼了 太美了 哈哈哈哈 好的那現在呢 因為我們剛剛喝完星巴克之後 發現我們距離吃飯的時間 預約12點只剩下15分鐘 我們往後過來應該是來不及去的 所以我們才決定搭人力車 我從來沒搭過人力車 我也沒 我不會吃到一點點 哈哈哈 我們剛剛說我們好像是三天P 嗨嗨嗨嗨嗨 好的 我們選擇了10分鐘3000元的路線 兩個人 他好強壯喔 對啊 他屁股很翹 哈哈哈 你稱讚他你跟他說嗎 你跟他說嗎 哈哈哈 你敢跟他說嗎 我跟他說 這是稱讚耶 那這樣啊 慢慢地 階段 一樣的感覺 哇哈哈哈 嗚嗚 哈哈哈 可惡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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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好貼心 他會把裙子 就是會有一個蓋住的腳耶 哦 就是第二個不會晒 第二個女孩子穿裙子也不用擔心 謝謝 彼女子有點重大 然後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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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啊 啊 沒有 我 哈哈 好可惜,他只會帶我們到餐廳 好可惜,他只會帶我們到餐廳 大家好,大家好 大家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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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燈好尷尬 T恤可愛 對 我們是YouTube 是YouTube 是朋友 不是Cou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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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全不正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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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哇 超級厲害 哇 拜拜 哇 哇 我們到這個街道裡面了 こんにちは 你是誰 你是誰 好的 我們今天吃的是這間叫做米酒本店 它是一間百年老店 因為這次我們已經吃了拉麵嘛 又吃了一些有的美的日本的美食 還沒吃到壽喜燒 超期待 哇 超級多甜的老店的感覺 你沒看到嗎 全部都是當地人 全部 我們好像找了一間蠻不得了的店 是不是 好的,現在我們菜上了 我們點了肉絲這一盤 上等的肉 然後他現在要在我們現場做給我們看 好古早的感覺喔 就是傳統的做法 跟我們吃的這種MOMO都不太一樣 這個汁就是 看到一條的汁是很好吃 所以可以淋在飯上去 看看他們吃到底多厲害 肉超級嫩的 很像是和牛 你趕快吃 那這裡好像就是和牛 真的假的 嗯 超嫩的 這是我來日本目前超級好吃的肉 真的 這個是不是很懂得 想吃美食來找我 你會嚇到 因為真的 真的很 因為我平常都吃很好 不貴,可是超好吃 嗯 是不是 是不是 是不是沒吃過的口感 超好吃 要點瘦的 因為原本我是想吃肥良 所以我喜歡吃嫩一點的 結果瘦的就很好吃 就超嫩 嫩爆耶 好棒,好好吃喔 這是我盡情吃到最好吃的肉 很好吃 但是有一點小吃 對,對,對 很小點水 怎麼叫做入口即鍋 有吃過魚嗎 有吃過魚嗎 大概就是那個冰水 很脆 其實我在台北 又有吃過很多間和牛 一些很貴 厲害的什麼和牛 我都吃過 可是我覺得這個肉質 跟一般的和牛不太一樣 更不油 然後又更吃到肉的感覺 可是它是不是嫩的 真的很嫩 天啊 才一千塊耶 好便宜喔 紫色那個好萌喔 好潮喔 Oh my god Oh my god 不要緊張 不要緊張 開始了 Oh my god 潛草style 要跟我們合照嗎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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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街上有很多人都會穿浴衣 什麼的 可是你看我們 我們才是最潮的 你幹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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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其實在地日本人還是會來潛草玩耶 你看我都不說 我不認識 紅色嘛 紅色 一個搭配 OOTV 潛草室周圍 現在剛好好像有那種 就是攤販出來擺 我從來沒有看過這種整排的 你知道嗎 我從來沒有遇到過 好可愛喔 很可愛耶 3 2 1 OK 可愛喔 有點丟臉 你太大聲了 可愛喔 看起來好好吃喔 看起來好好吃喔 你好 你有剛才招攬客人 好吃喔 好吃喔 紅豆紅豆 你好 謝謝 謝謝 你跟後面的人說好吃喔 好吃喔 好吃喔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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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買了 Pineapple Pineapple大好 好吃 Pineapple好嗎 好吃喔 台灣人嗎 好吃喔 OK 好吃喔 好吃喔 現在用你呢 要去抽錢 各種運氣 祝你好運 祝你好運 很整體運氣 來參拜的人非常非常的多喔 畢竟潛老師是非常知迷的寺廟 吸起來吸起來 加油 加油 來看一下 好緊張喔 好緊張喔 我來看大家需要求些什麼 有那個心願成就 各種的 好了我剛剛買好了 送給粉絲的這個合格服 我覺得這是學生很需要的 很可愛吧 好可愛 後面叫我寫合格 然後我們現在逛來這條主幹道 就是很多人會想買伴手禮的地方 旁邊是滿滿滿滿的那個小店 你有這麼想吃的東西嗎 沒有我肚子超飽的 我也是實在是吃不下了 除了賣吃的之外還買很多種小物 這種地區性的那種伴手禮紀念品這樣 我覺得淺草是如果說你第一次來東京的話 一定要來的行程 它這種白玉糰子的香 真的很可愛 喔 看起來好好吃喔 喔 好可愛 好的 現在我們回到我們飯店了 我們今天住的是無印良品的飯店 在銀座 全日本只有一間 那這個呢我會單獨拍一集 請大家鎖定這一集喔 淺草帶回來伴手禮 這個 我自己的伴手禮 對 前自己的伴手禮 好精緻喔 然後有附一個糖蜜 你可以從邊邊 你可以從邊邊拿嗎 抹茶豆沙感 不愛吃 好吃是好吃的 我們就是停錄之後 他就說我要再吃一顆 然後我也是就是摸摸不知道什麼 就回來又再吃一顆 他還滿帥氣的 對 我也是覺得有毒欸 會一個見一個 我們現在錄到不行者天國結束了 你們知道在銀座這個地方呢 每個週末的下午開始就會 就是人都可以走在這個 路上面 然後現在剛好結束 我們剛到就結束了 你看很多攝影師會來拍照 因為就是整個封路 讓你在上面拍照 來東京玩的話呢 可以規劃週末來到這個 金座 帶你去吃 王美蛋糕 王美蛋糕 吃戚風蛋糕喔 啊我不喜歡吃戚風蛋糕欸 我跟你說我也不喜歡吃戚風蛋糕 那你來幹嘛 他真的很好吃 這是我唯一任何的戚風蛋糕 這麼嚴格 你誰啊 長得好看又好吃 然後在這旁邊 可以自己拿叉子跟獅子機 他這邊是讓你拍照的 喔 很可愛欸 欸真的很像假的欸 這樣我常常是這樣 真的很好吃 我本身真的不喜歡吃戚風蛋糕 所以我可能不會再戴戈子 可是如果再吃戚風蛋糕換 真的是好吃的 哈哈哈哈 他把他全部吃完了 他剛才有禮貌說 你不吃到嗎 哈哈哈哈 好的現在呢 我人在巴黎市家 因為我在台灣 就想買一雙鞋子 是不是很可愛呢 這超萌的 他是那種我很喜歡的懶人駝 你也知道我非常愛穿奶很多 然後這雙在台灣好像是一萬八還是一萬九 忘記了 這邊換算下來這麼多一萬出口的樣子 裡面有巴黎市家的這個Dogo 很好看對不對 好看欸 好的現在已經買完了 你知道嗎 他這間是在板級MANS裡面 然後呢 他居然直接給我打九五折 好像是有長期的活動 就是已經這樣平護照 就直接九五折再免稅 這板田老店 啊這板田老店 這就是收穫三點 我就吃一個天丼 這個便當 我們現在買了一些宵夜回來吃 因為剛剛我們去三月百貨 他八點就關門了 所以七點多開始打折 爆搶了這個 該不會 烤雞串 一串只要一百五十塊 佑妮推薦的天丼 去天丼時間 醬很好吃 剛剛很厲害是他冷掉的很好吃 真的好吃欸 是不是 這個醬就把他打開到端去就是那個汁 天丼的汁 很好吃 這家可以喔 超扯的欸 我跟你們說 原本我真的沒有要錄 因為我覺得這看起來就很普通 應該是說他想吃三明治 他就隨便拿一個 只剩下這個了 他是色香葡萄三明治 然後我就想說 這有什麼好吃的 剛剛就叫我吃一口 我一吃 好像是我目前吃過最好吃的甜三明治 對不對 最好是他這奶油很強 他把它結合得很好 怎麼可以這麼好吃啊 而且他的葡萄真心補片 一般來說就是前面是三明治 對 他這邊還有一點點 真的超好吃的欸 真的超好吃 又要再去買一個 剛剛還有一個 來不及關門了 本來以為色香葡萄跟奶油不會搭欸 對 好生氣喔 日本的東西怎麼都好吃啊 拜託有沒有台灣的店可以做出這種感覺 他的奶油真的超好吃 原本我想說已經夠了 沒有要拍的 我們是在銀座的三月百貨裡面買到的 對 是刀 是錢刀 你好爛 你好廢 我現在洗完澡了 你不要靠過來喔 這是什麼東西 我現在要去吃午餐 吃一間大腸頭喔 我跟你們說我超愛吃大腸的 好冷喔 對 今天真的是超冷的 逐地市場 喔這是逐地市場 喔你逐地市場那麼近喔 喔我照這間我照這間 哇塞人超多的欸 拍一圈 之前我們看到有人介紹過 好餓喔 好香喔 超香的 你看很多人介紹是他的牛丼 原來要吃大腸是不是啊 對大腸才是 龍道 龍道是不是啊 OK 牛丼在那邊 然後這個是大腸 他的招牌一定是大腸 才會這樣放 最常在C位 C位 大腸在C位 真的 這邊是他的菜單 然後還有這個半熟蛋 可以騙 中午12點 喜酒baby 乾杯 嗨 看一下這個 喔他豆腐看起來太好吃了吧 這個豆腐 他那邊是有肉的喔 大腸頭飯 然後他裡面有一個蒟蒻 蒟蒻條 好夠味喔 好吃 欸 Good 很好吃 很好吃 超麻糬手 很夠味耶 對啊 他那邊燉很久了 對一定燉很久了 兩個字濃厚 超好吃 如果說你跟我們一樣是酗酒baby的話呢 其實剛剛佑妮baby有問那個服務員說 欸你拿一個啤酒好喝 因為他好像不只一款啤酒對不對 薩波羅的啤酒 傻黃 傻黃 傻黃的 結論呢 就是來這邊 就是點大腸 因為我個人覺得好像 看起來流動 確實比較普通一點點 Oh no 我們要離開Tokyo了 Tokyo加年 掰掰 可是呢 我們要去大阪了 可是呢 我們就要爆拍大阪24小時 我們今天在此告一個段落 那希望這次的兩支Vlog你們會喜歡啦 喜歡我們的話呢 記得分享訂閱按讚追蹤 最喜歡的怎麼辦呢 開鈴鐺 記得追蹤我們IG喔 下次見掰掰 掰掰 掰掰 訂閱按讚追蹤 按讚追蹤 黑鈴鐺 秘稱